以前在北部首都來團出到一間照護機構的工作人員 來得到武漢危險的案例 對到要應立普遍較不好的長輩來說 可以說是相當的危險 所以市長因為鐵特別來到中西区的一間照護機構 透過到實際演練的方式 來了解到公益一向的健康 希望可以來達到公益 臨康胖的目標 現在因應武漢肺炎的關係 進出各個地方都需要做好公益的工作 今天最后市長黃偉哲也來到了中西区的一間照護機構 來時查個行為他的動作準備總控 其實透過了實體演練來確定沒有出現任何的浪漢 事實上他們在不是今天來看演練而已 是他們先前上個禮拜就已經自行社會局督導他們演練 所以已經拍了一些演練過程的影片 什麼演練過程影片呢 就是萬一有發生確診的病例 怎麼樣把確診病例安全的載送出來 然後怎麼樣在院內進行隔離 然後做好安置隔離的動作 因為其實在北部有一間照護機構的工廠人員出現了武漢肺炎的確診病呢 對到其中環境裡面的總部來說可是相當的危險 所以機構的方向就更加重要 都要有相關的應對辦法 因為非常簡單的道理就是說在養護機構裡面 他所住的院生都是健康狀態比較差或者是牙健康的人 年紀又比較大而且很多都是集中住宿管理的 不管是日照也是集中在一起的 所以很容易萬一有一個破口有一個確診的病例的話就很容易造成蔓延跟感染 這一點是我們非常非常擔心的 所以我們特別來養護機構看他們的一個演練 經過統計台南市勃進去給機構總共有136億元 中首有超過6000位的住民 去拍每一個人在這水紅包廠中 確實做了好各行方議的工作 不要讓北部有機會日輕來到機構裡面 危害到大家的死命安全 記者國家民東西区彩虹報道